六甲区日前发生了一起数百株火鹤花糟窃的案件 那么案情发展非常巧合 当时被害人报案的隔天 麻豆分局长结束行程返回警局途中 结果意外发现了窃贼身影 当场拦下逮捕 今日经报带你来看到连日来 大家都在关注高雄这一名14岁的国中少女 她从上月29号离家北上之后人就失联了 而经过了网友大家抽丝剥剪的比对 现在怀疑的是曾经两度性侵未成年少女的保全界 李宗瑞这一名罗姓男子摄有重嫌 经过警方深入追查 终于是在今天上午就在新竹竹东中新路邻处出租套房 同时也是罗姓男子母亲家里面巡护了少女 而当时这一名少女看到警方第一句话就说她想回家 而罗姓男子当时人也在旁边 现在警方一并将两个人带回要厘清相关案件 在您追踪这起少女失踪案 事实上在警方展开调查之后 把三名男子列为嫌疑犯 这三名男子呢 包括最先是利用通讯软件和少女联系的王姓男子 他留的是罗姓男子手机给少女 而等到少女搭上高铁到新竹之后 他坐上是一辆由卢姓驾驶所开的白牌车 事实上这三个人和少女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而且呢甚至就连这罗姓保全她的老婆 手机对话也一次遭到加工删除 留下诸多疑点 现在都有等待警方一一离情 最后要来关系的是男同的一名富人 昨天呢下午他骑车在这三岁女儿返家途中 当时行进了孔明庙牌楼附近 富人是从外侧车道要左转 结果遭到后方一辆白色轿车撞飞 母女俩当场喷飞超过90公尺远 而当时住在附近的一名男子听到巨大声响 外出来查看赫然发现原来这两个人 就是他的太太跟女儿发生了严重车祸 两个人事后紧急送医 乃至由于妈妈到院前伤重不治 至于三岁女儿头部有多处擦伤 目前人还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爸爸妈妈真的是看了非常心疼 就在云林抖漏一间私立幼儿园 惊传老师爆打孩虫 这家长指控了 说当时三岁儿子下课之后 回家被发现他的背部屁股有大片红肿 家长直觉不对劲 冲到了幼儿园来调阅监视器 就赫然发现原来当天儿子不小心尿裤子 结果老师情绪失控 把儿子从地上扯起来之后 用手呢狠狠打了小朋友屁股两下 接着一路拖着孩子 就把他用力甩进厕所里面 现在画面曝光之后 家长简直气炸了 身体关系是网红馆长陈之瀚 日前遭人枪击 而其中呢 今天他在台中健身房 市营运很多的粉丝力挺他 到现场去排队 不过其实这馆长整起枪击事件 他自己认为幕后是有人买凶 现在根据周刊调查 就是因为馆长进来 他跨足了海鲜网购 而且他还扬言要独占百亿元的市场 甚至当时他也批评了 其他养殖虾有下药 结果才会因此遭到锁定 好 现在传出来了 说是幕后藏镜人砸了 两百万元策划整起枪击案 目的呢就是要来夺取馆长的命 而其中呢枪手刘姓男子 他拿到了五十万元的安家费 另外二十万元给了征信社 其他一百三十万元 是用来买枪 还有找律师来辩护 由策划者来评分 但是最后这名刘姓凶行 因为失手 他没有达成任务 好 事实上传出来 这一次的买凶计划 可以说是相当的缜密 征信社呢 甚至曾经将追踪性 偷偷装在馆长的车上 搭配他直播的时间 直播的地点分析他的活动路线 也因此对此呢 检警不敢大意 目前正在深入追查 管长他在台中新开幕的健身房 今天开始试营运 虽然他人不会出席 但是警方不敢大意派人到现场 但是现场也看到不少粉丝 大家是用行动来力挺 还有的人是前一个晚上 从彰化跑来彻夜排队 为的是要来抢当头号会员 但现时美国在台协会在昨天解密了两则 1982年的电报 这两则电报呢 是涉及了对台军售 还有对台的各项保证 其中第二则电报呢 就要来看到是接受了 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好哪六项保证呢 包括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日期 还有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征询意见 还有包括第三点 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担任 斡旋角色第四点是为同意修订 台湾关系法 第五点是为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立场 以及第六点 不会对台湾来施压 要求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谈判 事实上这六点也是美国对于台湾 对于中国的政策根本要素 好现在对此呢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寅史达伟 他就强调了 说当年前总统雷根对于台湾的保证 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 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则透露了 说美国政府现在面临内部要求 华府应该要来修正台海战略模糊的政策 必须对于两岸冲突发生之际 会不会来持援台湾 做出明确承诺来反制北京的扩张野心 香港831太子转袭击事件满一周年纪念日 大配的民众聚集斗念 但是又再度爆发了警民冲突 当时港警在驱赶期间 试图要把一名男子拉手 妻子在一旁要阻止 但是被推倒了 两个人还被港警喷洒了胡椒水 由于这名女子是位孕妇 当时痛哭不已 因此被送往了医院 事后港警则变称说 只是稍微拉开人 没有做出推人动作 而且也已经表达过慰问 但是这样的说辞 现在还是引发了网友踏发 现在香港各地都有许多纪念活动 但是再次又出现了 港警滥用武力的行径 说刚刚看到了 是推倒了孕妇还喷洒辣椒水之外 甚至也没有举起警告 就直接抽象民宅 连续发射了好几发胡椒蛋 这一名寄程车司机 从和平西路巷子里面 突然窜出来还违规 穿越了华江 求下害了一名机车骑士 为了闪避摔车 脑震荡 尽管这两台车子没有发生碰撞 司机下车查看 他认为这车祸不是他的错 因为他要载客就离开了 想不到现在结果麻烦大了 法院不但认定的歧视受伤 是计程车造成的 事发之后司机没有报案 也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触犯了肇事逃逸岁 这下恐怕得面临八个月的牢狱之灾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民调又再度掉车尾了 根据了美丽岛电子报 公布最新民调显示了 这八月份的国阵信任度 针对副总统赖清德 总统蔡英文等六名政治人物 来做信任度评价 结果显示了 这指数最高者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至于垫底的人 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现在面对这样的数字结果 柯市长认为 民调还是有误差范围 美国MTV音乐录影带大奖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改到户外来举行 那么其中女神卡卡 她包办了年度歌手 年度歌曲五项大奖 成为典礼上最大赢家 当然更值得一看的是 卡卡的造型 依旧相当百变 云影之间的边境冲突 现在延熟了两个月时间 但是看起来两个的关系 不但是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紧张 如今中印双方 互相指控出对方 非法越境 甚至中国还要求 印度要立即撤回 非法越线兵力 也是越线了 说的是高雄大港桥 这是全国首上的水平旋转桥 7月份落成启用之后 吸引了不少民众来朝圣 但是为了要抢拍美景 其实不少游客都会 越过黄线卡位来抢拍 那么现在就担心 只要人多拥挤 稍有不慎 很容易会发生落海意外 快时商品牌H&M 位在台北车站站前店 现在传出 11月份要歇业了 那么商场呢 一共有上千平的面金 月租金650万元 但是疑似因为受到 疫情的影响 业者吃不消 才会决定洗灯 私立的郁达高知 在今年6月份 改名为普林斯顿学校 想不到现在如今 快要开学了 却被爆出来 说国小和国中部 一共只招收到一名新生 上门口摆着气球 狗门才刚开学第二天的 司令普林斯顿中学 却被爆出小学一年级 只收到了一名新生